Hello 各位球迷玩家們大家好 我是華大仙 伴隨著三井獸的喜新革面 我們終於迎來了他進階的形態 那麼這期視頻主要是為大家介紹的是 進階三井的一個基本天賦的點法 以及能量套潛能的一些搭配的問題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開始吧 影片開始之前 還請點贊訂閱分享哦 並且打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的話你就不會做過 進階區別的最新動向以及最新實戰 首先我推薦的是點到回溯控制之招 因為這招的話才是讓進階三井 發生史詩極加強的核心 那麼在對方回合不消耗大招時間 哪怕你還沒學其他的進階招式 你單單搭配一個能量之光 其實已經很逆天了 我當初也是最早點出這招的 其次就是MVP翻轉 有了這招翻轉的話 你在外線就足以橫行一段時間了 哪怕是代球進三分線 你用單後撤就已經有不俗的得分能力 並且這一頁也會有MVP上籃哦 在分數領先的時候穩用3加2的戰術 也可以說是非常穩的 然後就是雙後撤啦 有了這招的話 基本是所有新動作都齊全的了 那麼你就可以體會進階三井的強大之處了 那麼最後就是雙後撤後揚 這招就錦上天花了 你偶爾混搭著來用的話 真的效果超乎你想像 那麼以上的招你點完的話 就已經是基本成形的階段了 那麼剩下的鋪船之類的 你就慢慢再點了哦 那麼以上都點完的話 我個人比較推薦你把回溯控制點到最高三級 因為這樣的話 你有機會可以多開一個MVP 這樣的話你整場的勝率都會提高很多哦 那麼按照之前說的點法 基本成形所需要的素材呢 就大概是要這麼多 那麼如果還要考慮到能量套的培養的話 那少不了又是一番資源的消耗啦 現在我就教你們怎麼領取 進入華為應用市場 滑著個頂端的橫幅海報 能看到灌籃高手的活動頁面 點擊進去就能領取優惠圈了 不會領取優惠圈的朋友 可以點擊右上角看我之前的影片 裡面會有詳細的介紹哦 然後重點推薦他們這次第二個活動 就是領取灌籃高手的遊戲禮包和手辦活動 還是進入華為應用市場 滑著個頂端的橫幅海報 看到活動頁面 點擊進去 這個活動玩法是 只要在華為應用市場內成功儲值一次 就可以領取到遊戲禮包或者手辦一次 多消費多拿禮物 如果你可以推薦朋友一起消費 然後發截圖到華為的郵箱就可以了 消費截圖統計 最多前36位就能拿到很好的禮物哦 禮物的很有誠意哦 有很多的價值上千港幣 有筆記本電腦 手錶和最新耳機還有音響 聖誕節快要到了 大家可以多多留意華為應用市場 接下來會推出更多活動 讓你玩遊戲用最低的價格 買到更多的資源 同時還有禮物拿 那麼接下來我就說說能量套的核心 那首先最重要的一定就是 希望之光這個特質啦 三井是帶了這個特質 就會增加9秒的時間 欸足足9秒欸 很持久了好嗎 一個大招有39秒 對方回合還不算消耗 這也就是為什麼進階三井 可以做平民戰神的首要原因 然後就是藍色的初始能量 那麼這個也是非常關鍵的 你開局能早一秒開到MVP 你的局勢都會有很大的改變 那麼雖然說是犧牲了一點基礎的屬性 但是你最早可以在三分鐘之內就能把大招開到 那你的收益絕對是無可估量的 最後就是歡呼了 很容易理解嘛 你前期還沒開大的三井 最容易存能量的方式其實是刷助攻 特別是搭配得分能力強的 例如像是流川啊 櫻木啊 或者是花形小田仙道他們都可以 而且就算你開了MVP之後 對方三個人防死你 你的助攻依然可以獲取能量 為你的MVP續航提供了穩定的可能性 那麼以上三個優先弄好的話 就等於是弄好了能量套的核心 剩下的再搞另外的 綠色 抗擾 能量累積 那麼同樣的意思啦 這個就是能讓你的MVP可以穩定續航 黃色不變啦 還是三分抗擾那個 那麼最後就是秘密武器 有了這個的話 你最早就可以三分二十多秒就能開出第一個大招 但是這裡的話我個人會有一些不同的用法 因為我最近就把秘密武器換了下來 我用回手感提升 那麼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純能量套 有時你遇到潮崎啊 工藝啊 池上啊 他們在頂頭的時候會有點乏力 那麼用回手感提升的話 雖然說開大招的時間會延遲到2分40秒到50秒之間 但是你頂頭的能力真的是肉眼可見的提升 而且即使MVP結束了以後 在普通狀態下的三分頂頭也會明顯提升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麼說出來給大家參考一下 當然啦 如果是有那些真的是高手的三井 他每次都能拉的空位出來的話 用秘密武器也是可以的 那麼還是那句話 沒有最好的潛能 就只有最合適的潛能 OK 那麼以上就是本集視頻的全部內容 如果大家覺得幫得到你 或者對你有參考的話 還記得給我一個點贊訂閱分享哦 那麼我下期 還是會一如既往的為大家帶來 進階三井的深度向的攻略 那麼敬請期待 我是黃大仙 我們下期再見 掰